子凌开麦 幸福心旅行的单元 今天我们在节目这边要跟大家来聊到 就是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是我们常会听到有一些忧郁症的朋友 或者是说有躁郁症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说 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像躁啊 郁啊这一些的症状 还有呢 如果说你周边或是你自己就有这样子 躁或郁的一个状况 你要怎么样去做陪伴 那我们在这边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谢梦兴督导 哈喽梦兴督导你好 我想说就是从像我周边 其实会碰到有一些好像忧郁症蛮多的 那还有就是躁郁症朋友 我周边也是有遇过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我就讲一下 那个躁郁那个朋友他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当时其实平常哦 就是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觉得还好 就讲话也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当他造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哇他好容易冲动哦 然后呢他可能对于当时的一个 就是男生不是都会有玩那什么线上直播或什么的吗 可能还会抖内的那一种这样子 然后他就喜欢上了其中一个直播主 然后可能就是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 要注意一下哦 呃梓琳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一个造症朋友的一个状况 嗯我先大概讲一下可能我们在做一些 精神诊断的时候一些 比较评估的一些准则 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个症状啊 他其实很明显的造成他个人的一些苦恼 在社交职业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域 比如说生活啊人际关系啊 产生一些影响 而这个影响其实是 他自己不预期的对别人也造成困扰 就像是刚刚 可能子玲会觉得这个朋友怎么会这么夸张 嗯 那夸张性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啊 他周遭的一些 不会而且你你劝他哦 你那怎么跟他聊 就就他就很像一只失控的野兽啊 完全是不听你说话的这样 是是嗯 嗯我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 通常我在讲造症发作啊 他通常大概会持续大概至少超过 大概一周左右 然后他的一些个人状态会有自尊 我大概很膨大像刚刚子玲说的 你为什么不回我 我天天这么勤劳的来看你的直播 为什么你这个自尊会膨胀 或是他会开始觉得自己很重要 然后可能睡眠的量会降低 比如说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他就觉得够 那个花会很多 就是说不定在那个直播主的那个直播间里面 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他就一直讲话 然后别人其实也想要跟直播主聊聊天 他就变得好像他都一直在讲 然后除了一直讲之外呢 可能还有那个思绪会很跳跃 对 前面讲那你今天做了什么啊 后面就讲那我后天约你出去玩好不好 怎么那个前后对话会有点 不太连贯 思绪费跃 或者就是会很容易分心 然后会开始讲的 有多崇高的目标啊理想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之前有接过一个 躁郁症的一个当事人 他造症发作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到处要钱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 我想去学这个 你让我去学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 你让我去学这个 我想要去学 就变成前一周他可能想要去学烹饪 下一周他就跟妈妈要一笔金费 说他想要去做手工艺的摆摊 就每个礼拜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可是都不持久 这我们就觉得他可能就造症发作 让他在心情上面不稳定 然后很多行为上面是比较冲动 没有去评估后果 可是他的那个状况是会让家人 发现他很不对劲 还是其实 对啊 学习是一件好事啊 对不对 哇 你有好多学习目标 家妈妈应该会很开心吧 因为家人会学到挫折 我这个礼拜让 我这礼拜给你三千块 让你去烹饪 烹饪盘让你去学烹饪 上来一个礼拜不学了 他是说不学 不是继续学然后再加这样子 我下礼拜要去学中餐厨艺 又给他三千块 一个礼拜又不学了 所以家人的困难是来自于 我们想要帮你 对 可是他这个状态是暂时性的 他的奋发图强 只能维持两到三天就没有了 对那一件事情的奋发图强 对 就是他的专注度 其实没有办法维持 那怎么办啊 通常我们 我们如果再跟家人 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当事人 我们再跟当事人 比如假设是 造证的朋友来 我们第一个就会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让自己的状况先稳定 有需要的话 是不是去可能找精神科医师 可能让他开些药 让我的状况 虽然说不可能完全的控制 可能造症那种心情很浮动的状况 可是可以让他相对的比较稳定一点 在那个比较稳 相对稳定的状况底下 我们可以比较有那个认知功能去评估说 我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 像我们也听过一些例子是 造症的病人如果去买东西 嗯 要特别注意他是走进哪边去买 他如果走进了 譬如说一般的超市 哎那那那对 可能会真的都买了很多有的没有的没有用的东西 那还好 可是如果他今天进的是 呃 防众 防众 对 我听过我听过 他可能就会 当场就签约要买房子 然后对 房众的人就很高兴的贺诚交 但是他根本没有那个钱买 哦 他觉得那可以 他想要 他想要他就会去做 所以他就会造成一些后果 而这种后果可能 通常都是家人帮忙去cover 嗯嗯嗯嗯嗯 这样听起来感觉是比较 糟糕一点 可是好 我们就从照先来讲好了 就是比方说 我举我的例子 这梦星督导可以来比较一下 比方说哎 我觉得啊 那个Polum很棒啊 对我也想去学 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学了 这样子 那学一学哦好 那接下来我觉得啊 最近很流行什么Podcast 哇这个也不错啊 我也去上课学一学 然后呢 我在那一段时间 可能也也蛮热衷 于做这件事情的 可是呢 呃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 就算了好 然后好 我还有比较常做的事情 比较说啊 我好想做萝卜糕哦 我觉得最近吃一个萝卜糕好好吃啊 我就很努力的做这个萝卜糕 做到成功之后呢 就从此不再做了 这样 这会有臭的感觉吗 是啊 我们先评估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啊 我没有给其他人造成困扰 呃可能家人很期待我做萝卜糕既然成功了后面还可以再吃到就没有了 但是严格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做萝卜糕而且他们会觉得好像在关系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偶尔会念一念或者是会觉得啊你为了做这个啊比方说萝卜糕你就买萝卜糕的器材啊你要做手工皂你又去买了手工皂的器材啊你要做什么啊就煮咖啡你又去买了煮咖啡器材哇家里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器材这样子 嗯好我们我们会评估的一件事情是他会对我们的确买很多器材嗯嗯这是通病啊大家的通病啊哈哈哈我可能器材比我的厨艺还要厉害这样子是哈哈哈 我们是器材导向的不是厨艺导向的可是他这些事情是你有没有经过评估就是呃其实刚刚听子玲的描述里面啊你的确有去学嗯也学了一段时间 那里不是所有东西都有一个非常棒的成果不是变成呃世界罗伯高冠军没有做到这个地步可是好像还是有些成果是是是是 通常照正的朋友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没有什么成果都是成果很小是就是说他想完做一下就算是哈哈哈三分钟热度就像当然我们我们的确有可能会有些状况比如说买了很多书对 对你要把这些书都读完嗯然后就回来书就供是这样子嗯我觉得照正的朋友你就想就是这个状况可能要再变得更严重的多嗯他可能不是买一本两本他可能是一口气买一百本两百本哦程度 程度上哦好那哦没关系你说就那个负荷范围能不能是我们预估还在我们觉得合理的状况内 像你说你会买罗伯高的器材是买一些可能烘焙的器材或什么一些器具之类的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运动嗯我不会直接买一个健身房回家哦你说就买两个哑铃 哑铃后来没有用对摆在那边当压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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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这算法体就失去他本来的用途但没有那么夸张这样嗯嗯嗯嗯嗯嗯嗯好那呃呃就是说我们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哦如果说程度太太夸张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所警觉然后家人朋友也可以帮忙警觉吗 通常照正或预证的朋友他们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啊嗯这其实说真的我们都不怪他们 因为这不是他们能控制嗯嗯嗯因为有的时候那是一些脑内 分泌的问题分泌啊就是一些 生理因素所造成嗯嗯这不是他完全他自己 靠意志力就可以控制嗯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你要坚强起来啊这没有什么困难啊你要靠意志力真 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靠意志力就可以去克就像是如果靠意志力就可以好起来那我今天感冒或是我得了COVID-19嗯嗯靠我的意志力我都不吃啊 我也不喝水我就可以让自己好起来其实是有一些困难嗯嗯那我们会说哎自己的恢复能力很重要那我平常有没有去做啊齐聚的管理啊齐聚的训练啊啊去避免那个齐聚的失控啊嗯嗯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啊好像这个状况有点比较夸张那我需要去找医生做诊断吗 找医生做诊断我觉得这件事情 通常我不会说找医生做诊断 就像是我们在做心理服务的时候 我们会说我们现在评估看看嗯嗯 而这个评估的结果让当事人自己决定 他有没有寻需要再进一步的 寻求更专业的医疗协助哦 嗯比如说也许今天我可能 呃我觉得与其说去诊断啊 不如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医生去评估一下嗯 比如说不一定要直接去找精神科医师 我可能可以找加一科的医师 因为医师可能对精神领域 他们多少都有些概念 甚至比我们一般的概念要来得好得多 可能可以去问问加一科医师 或是你熟悉的医师说 哎我最近有心情不好的状况 那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稍微评估一下 那医生可以帮你稍微评估完之后 帮你去决定说那我需不需要去进一步的 转诊啊再进一步的再去找精神科医师 再帮你做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去觉得 我去看精神科这件事情 就觉得我有病嗯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就像是 我去了解一下 从医生专业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让医生快速帮我做 嗯嗯嗯嗯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都是造症了 那还有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是有 育的这个状况 育症哦 那育症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情形 要不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这一些状况 可能自己就要注意一下这样 育症我们通常会可能大概大致上 可能先分两种 一种是忧郁症发作 另外一种是广泛性的忧郁症 那不一样哦 以育症来讲 育症发作我们大概说 可能就是在过去这两周内 如果你有发现自己 或是有观察到你周围的朋友 亲友有 比如说整天心情都不好啦 然后很明显的对一些 活动 对一些活动的兴趣是降低的 好像都不是很开心 对什么也都没兴趣 然后体重就是就身体而言 外观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他是不是很体重很明显的减轻 或是很明显的增加 那在吃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吃很少 或是很明显的吃很多 睡觉也是很明显的睡很少 或是睡很多 会不会就很无精打采这样 可能比较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人显得很没有活力 然后可能他说的一些内容 也都是会觉得好像 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兴趣缺缺这样 我现在才知道说忧郁症他可能也会不好睡 失眠 因为我想说他们通常好像常常都会 活动力很低 然后一天到晚都在睡觉 这只是当中的一种 他可能会睡不好 就是说他会有两次的状况 有可能会有些人会吃很多 有些人都不吃 但有可能有些人会一直睡 就是状况很差 但有可能都不睡 就是失眠 但有一些事情一直在状 然后让自己精神状况更差 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朋友 他们跟我讲的是 他们在这个状况下很痛苦 就他知道他觉得说 不应该这样子 他应该要努力工作 应该要准时的起床 应该要怎样 可是他就是做不到这样子 他有痛苦 有的时候我可以观察到 幼医生的朋友 他们有一个 算是个人特质 通常都会蛮负责任 哦 是的 因为太负责任 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往自己身上扛 扛不住 可能就相对让自己的状况 开始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反正状况变得比较糟糕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过度负责任的表现 就像刚刚自己说 我应该要上班 我不应该让我的家人担心 我应该要振作起来 可是这些都是应该 那实际上 会不会其实 并不是完全像我们刚刚之前提的 是不是 没有办法靠意志力 或是我自己理智上 我知道我就可以让我自己的情绪 去做一些改善 这个我觉得可能 有的时候也许寻求一些 外在的力量的帮助 可能会对自己的病症的照顾 那如果说他们是很负责任 所以我最近像有听过说 产后的忧郁症 或者是说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 好像也好像会有一些忧郁症 就是高龄的忧郁症 对啊 这个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要怎样吗 还是说 产后忧郁跟年长者的忧郁症 就好像又有一点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知道吗 那会有一些特定的引发因素 比如说我以年长者来讲 年长者会忧郁 有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握度够不够 比如以年长者来讲 他的身体机能衰退 然后可能很多在活力啊 能力上面都会慢慢的减弱 他就会可能会有产生一个落差 我以前可以 为什么我现在不行 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评价是降低的 那这可能是年长者忧郁症的一个现象 那以产妇来讲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产妇的忧郁症 有一部分会来自于 他对生活现况掌握度 他能不能有心理准备 因为孩子在肚子 跟孩子生出来 照顾的那个量 其实我觉得相对都是蛮辛苦 可是因为孩子出来之后 整个生活做起都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要为了孩子 而去做一些改变或是调整 而这个生活做起的改变 能不能适应 很多时候适应不了 慢慢的就会对于 整个现况开始感到悲观 就会容易陷入忧郁症的状况里面去 这样 好 那如果说我们周边有这样的朋友 我们怎么样去觉察说 其实他可能已经是忧郁了 要去特别关心他 或者是说带他去看医生吗 我们还是会尊重 先了解并尊重当事的医院 他要不要就医之后 我们会尊重他 除非已经到我们觉得很严重 需要到强制就医的状况 可是如果我们 什么程度叫做严重 当你觉得他可能会危害到自己的 还不到生命 危害到健康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就会去注意 比如说他已经好几天都没睡了 或是好几天一个礼拜都没睡好 或是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很明显的消瘦 每次我们就会去 那也有一些可能可以 比如说可以补充给大家 比如说我这边整理一些内容 比如说他的表情会不会就是 一直好像恍神啊苦瓜脸 一直愁眉身索 就是眉头一直斩不开 这是可能他的表情 再来他的人际关系会不会开始会缩 人际互动都不参与 本来约吃饭都会来 现在都不来 然后好像最近都一直躲在家里面 有一些原本会愿意有兴趣参与活动 好像也都提不起劲这样 再来他的情绪 会不会很明显的出现一些忧愁啊 失落烦躁 或就是情绪很不稳定 好像可能刚才 我在聊一些事情 他突然情绪就下去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 怎么突然气氛变得不一样 那再来言语模式上面 有没有一些负向的女人出现 比如说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感啊 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啊 然后对自己很多负向评价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不当的情绪 那可能有时候 我们在讲 忧郁症的状况 可能也会过度的饮用一些饮酒啊 抽烟啊 甚至一些不当的药物 这些我们都可能要注意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们可能就要去观察它 去关心它 是不是要适当的借由一些 医疗的协助 或是他人的协助 来去帮助它 慢慢脱离忧郁症的状况 好 那如果说它 没有说非常的严重 然后它又不想去就医的时候 就这样放着没关系吗 病喔 它其实会有一个进程 会越来 如果它放着 它改善了 那我们的确可以就先放着 没关系 因为还不到很严重 可是如果越来越严重 我们要去看的是那个趋势 如果它的趋势慢慢好像 越来越不开心 说话越来越负向 这之后 我们要开始留那个警报期 就要想 它是不是好像状况 又变得更严重 那依止林刚刚说的那个状况 我们是不是就不介入 我觉得倒也 不一定 我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正向投入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了解它 或者是主动去介入说 他可能 虽然现在心情不好 但还没有到很糟糕的状况 我们可以甚至去了解 那他心情不好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 那他大概都是 过往是怎么处理 那效果怎么样 需不需要一起帮他想办法 来解决问题 这样 好吧 最后 我发现其实还有一个 应该要问 但一直忘了问 梦星督导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比方说我周边有 这个忧郁的朋友 或者家人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 你不行这样啦 哎呦你要去工作 哎呦你这样不行 你以后就是要去看医生 对你不看不行 这个用吃药就可以控制了 对你一定要振作 你要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这样子 对我们就希望可以鼓励他 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是一个常见的状况 可是好像会跟你刚刚讲到的就是 我觉得好像比较 你那个是温和的陪伴吧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说我们的模式是什么 我觉得是对症下药 是 也就是我们 我说的对症下药 不是只是针对这个忧郁症而已 而是针对这个整个人 这个朋友的状况 我如果知道他今天我跟他讲 你要加油 你要努力 你没问题的 对他来讲没有效果 那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做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对症下药 因为这不是他可能可以接受改变的方式 反而比较需要的是 从他的状况里面去了解到说 他现在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协助 什么样的讨论 这样子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才提供正确的协助给他 这个也要避免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优惠症有点像是漩涡 一个人心情不好 别人想帮他 拉他拉不起来 一起跌进那个洞里面 为什么我帮不到他 我最好的朋友我居然帮不上 我这样还算好朋友 这两个人心情都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状况 就是要对症下药 用我觉得我可以 也适合他的方式来去协助这个人 可能也许不会那么照进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些省政的评估 再决定做法 说不定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好 那我想最后这边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 或者是周边朋友 然后有这样子的状况 或者说觉得最近心情不太好 希望有一些社会的资源 来陪我们说说话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的话 孟新督导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的话 也欢迎大家打电话到1980 全省直播1980 打电话到我们张老师中心 来与我们聊一聊 我们通常会希望说 也许可以借由一些陪伴 可以稍微去做一些抒压的动作 那我们其实也蛮希望就是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 他可以去就诊 然后他也可以去跟精神科医师讲说 他平常有陪伴的需求 那他有打电话来给张老师 那也可以请精神科医师跟当事人说一下 可能也许主要可以聊一些什么 有点是结合医疗资源 也结合张老师民间社团的这些资源 一起来帮助民众 可不可以来比较更有效的来去 让自己的情绪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嗯 好今天呢 就谢谢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谢孟新督导 跟大家呢来谈到 就是有关于造症抑症的一些症状 还有对当事人的陪伴 谢谢孟新督导 谢谢这里 拜拜